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611日 经文段落 阿难是善男子 与大菩提善德通达 绝通如来 敬佛敬界 明欢喜地 萧文 绝通如来 绝指自心本觉与智慧 以上萧文至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楠言一千日 第611日 我们要继续谈修正的位置 这一段是愣言经理谈到 修行是功不堂倦 随所发行 安利圣位 从甘会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会向 四加行 现在我们已经要登地了 登地之后 他就等于是菩萨的圣位 那菩萨的圣位有哪一些 为什么他可以称为圣呢 我们在这里就先知道 第一叫做欢喜地 在乐年经里谈到 阿难是善男子 于大菩提善德通达 绝通如来 敬佛敬界 明欢喜地 这里讲到这个善男子就是修行的 包括善男子善女人 他包括一切的佛子 于大菩提善德通达 就是这个菩提心乃至于殊胜的大法 他能够通达 那他通达到什么程度呢 跟佛的境界是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这里讲到 绝通如来 敬佛境界 他的绝是已经通达了 通达到哪里 通达到如来的境界 那等于是在这个欢喜地开始 他的智慧已经跟如来没有差别 那在华言经里面就谈到这个是实地的一个情况呢 是怎么样成就的呢 诸佛子 诸菩萨愿善决定 无杂不可见 广大如法界 就近如虚空 近未来即便一切佛刹 救护一切众生 为一切诸佛所护 入过去未来 现在诸佛置地 这菩萨的实地啊 是因为这个菩萨的愿 他的愿是什么 能够广大 广大如法界的愿 而且呢 他是决定 就是肯定的愿 不会今天发愿了 明天又退转了 也不会有任何的阻挠 就是他非常的纯粹 纯粹无杂 那心是非常的广大 如虚空一般 那又叫做不可见 就是一般人呢 可能你的心啊是可见的 譬如说 啊我的目标就是我要赚100万 200万 300万 这是有数的 我要度10个人 20个人 30个人 这个是有量的 那至于我要住多大的房子 我的国家要多大 那这个都是有限的 所以他可见 那如果呢 你的心啊是无限 就是已经达到无为 无为而无所不为 这时候呢 叫做广大如法界 如法界一般的广大 那就是没有办法测量了 那这个地方呢 就在讲我们的心啊 其实可以达到这种 究竟如虚空的境界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心本来 就跟佛一样没有差别 那近未来即便一切佛刹 救护一切众生 为一切诸佛所护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心啊 已经跟佛是接通 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智地 那诸佛的智地 这个佛的智有哪一些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智地 其实他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计算十地 所谓的十地就是 进入佛的智慧 那菩萨摩赫萨的智地 有哪一些层次呢 佛子菩萨摩赫萨智地有十种 过去未来现在诸佛 我义说当说经说 我义如是说 那这里谈到佛都是这样说 所以呢 在华言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些境界 是在任何一部佛经 或者是任何一个佛的国土 都能够读的 他答案都是一样的 那不管你到哪一个地方呢 你要修炼一切智 甚至于呢 甚至于是 我是即使是没有信仰的 我要达到人生的圆满 依然是智慧的圆满 因为每个人对于人生的祈求 也许有的人觉得 哎呀我这个 这个子孙满堂就是圆满 其实儿孙满堂不是真正的圆满 我的富贵无边 我财富 富可敌国 那依然不是圆满 那或者是呢 我现在啊 这个事业非常的蓬勃发展 来自于民生显赫 这一切呢 都不够圆满 因为他都是有生有灭 而且呢 都是有限的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圆满呢 不管是你是信教也好 不信教也好 学佛也好 不学佛也好 人生的圆满呢 他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就是在智慧的层次上 达到了叫做一切智 那一切智啊 这个智慧的圆满 才是真正的圆满 所以菩萨呢 在修炼的过程 不管他的法门是什么 最终他都一定是圆满一切智 所以有哪十种程度呢 有哪十种层次 过去未来 现在佛都说了 都是依这样子的标准在学习 所以你不管遇到哪尊佛 你都可以继续修行 就像我们现在归依 归依了之后呢 也许你的归依师父已经圆极了 那依然还是佛 佛教徒依然还是能够学佛 那如果你依据的是一个人的圆说 那这个人没了 或者是这个人改变了 你的心呢 就没有依靠 但是呢 我们如果是依据佛法 你将来呢 不管是不是还在说过世界 你到了他方世界 你依然可以继续延续你的修行 所以这个就是学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你一定要学佛 要选择佛教 因为佛教它不限于实跟空 那这里谈到过去 未来现在诸佛 以说当说经说 所以在这个实地品当中呢 就讲到 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十种层次 那哪十种呢 第一叫做欢喜地 第二离构地 第三发光地 第四宴会地 第五南圣地 第六现前地 第七远行地 第八不动地 第九善会地 第十法云地 这十地是接下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 在这个实地当中呢 学习一段时间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只要呢 你开始进入欢喜地 你只要到出地 你已经跟佛的智慧是没有差别 所以如果我们要讲 哎呀这个修行啊 你的终极的目标是成佛 可是你觉得太慢 或者是太久 你怕这中间很危险 那有可能退转 有可能堕落 那也有可能的确是如此 因为境界很多 你也不知道 现在好心修行 会不会明天又起了烦恼 那有的人的烦恼真的很多 而且有时候起得很匪夷所思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保证 你是冲到一个什么位置之后 永不退转呢 其实啊到了出地 你就永不退转 这个是正位的不退 那当然在心念上呢 你不管是不是到出地 你只要发菩提心 基本上呢都不会退转 你的发心不会退转 可是你的行会退转 你的位置会退转 就是你的功夫会退转 但是呢 一旦到了欢喜地 你就全部都不会退转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修行啊 不管是在哪一个时空当中修行 你的目标 终极目标当然是成佛 但是在目标之前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就是欢喜地 欢喜地这个地方呢 是菩萨三大阿僧奇节当中的第二大阿僧奇节的开始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什么开始 叫做出地啊 这出地是很多这个经论里面都讲到 它非常关键 不管你是破我执啦 或者是呢 菩萨的正位的不退啊 或者是一切智的最初初开始 就是清正真如 这个欢喜地呢 都是一个指标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了解 欢喜地 为什么它叫做欢喜 为什么原因而值得如此的欢喜 那这边呢就讲到这十地啊 在这个所有的佛国净土当中呢 都一定会共同宣说 所以这里谈 佛子我不见有诸佛国土 其中如来不说此十地者 何以故 此是菩萨摩和善 向菩提以最上道 亦是清净法光明门 所谓分别演说菩萨诸地 那这个是菩萨的一个最基本的法门 甚至于还有论师啊 专门都是把这个十地拿来做重点的论述 所以啊 这是诸佛共同的目标 每一尊菩萨 你在学法的过程 不管你是经历了什么过程 你最终就是一定要正到这个十地 那这十地其实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叫做一切智 所以接下来呢 这十地啊 是不是会很难呢 其实如果读过《华严经》的人 反而会觉得 嗯 奇怪怎么到的十地 这个阶段呢 所学习到的这些法门 就是我们平常都在学的 而且呢好像更简单 那事实上呢 成佛啊 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轮回是最困难的一件事 成佛呢 要学的就是智慧 那你如果不成佛呢 你要学 这个地狱恶鬼畜生 或者是 这个人呢 你就要花很多时间 学习如何生存 那你这个生存之道 的确是各行各业 各个地方你都有不同的适应的问题 但是呢 你如果要学佛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烦恼跟问题 也没有障碍哦 因为呢 佛的方法最简单 就是不起烦恼 那你起烦恼是最麻烦 因为你起烦恼 还要想很多方法 让自己不要起烦恼 还要消灭这个烦恼 那每一个烦恼呢 你还要去研究 为什么会产生 所以其实啊 这个最麻烦的就是起烦恼 那我们不知道啊 以为啊 起烦恼是正常 其实呢 不起烦恼才是正常 但是这个世界上呢 相信自己正常的人太少 所以你以为啊 啊 起烦恼才是正常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特别的来学习 菩萨摩和尚 所有的 这个法本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实地啊 因此呢 我们在学习这个菩萨 在学法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实地 至少要把它背起来 这样子呢 你就有一个地啊 从欢喜地到最后法云地 它各有它不同的啊 任务跟工作 还有它的功能啊 这是非常殊胜的实地 就是智慧的啊 智慧的指标啊 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开始呢 要来谈菩萨的欢喜地之后 的这个实地啊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吉祥 弟子法同 今天有个问题要提问 恳请师父慈悲教导 到了初地 我们安住真如本性 但对外在环境 我们还是会产生 维系的感受 师父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有初地到实地的分别 恭请建辉法师慈悲开示 谢谢法同的提问 这个实地的层次啊 其实智慧是一样的啊 但是差别在哪里 就是愿力的差异 不是感受的差异啊 你愿力的差异呢 会决定你的那个层次 那这个愿力是什么 譬如说我们初地的菩萨是百戒作佛 他可以在一百个世界 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成就如来的功德力 就是他度化的佛土啊 是一百个世界 那你如果呢 是在提高一点的二地以上呢 他就是不只是百戒的 他可能是千戒 万戒百亿世界 那这就是 我今天呢 对于自己来讲 成佛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能够帮助多少人成佛 帮助多少众生成佛 那这个就是功夫 那也因为这样子而谈到菩萨有十种地的差别 就是他的这个方便质啊 他有这个广度的问题 那就像有些人呢 我说自己来用功了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劝别人来用功 有的人说得动 有的人说不动 那为什么有的人说得动 有的人说不动呢 这就是我们的愿力啊 还不够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人 但是如果是佛呢 就没有一个众生 是不被佛所射受的 那这个就是差别 可是你如果就本人来讲了 就是我这个修行 我的智慧有没有差别 没有啊 因为你都不会起烦恼 只是你对于他人的射受力 这个愿力不一样 是这样子 所以对于利他呢 就还有层次上 成杀祸要来做处理 所以这是要破法职 而不是感受 这个感受是我职的部分 好谢谢 法师各位师兄 奥密陀佛 弟子法庆分享华颜海会的心得分享 上周幼中师兄分享 他当接待时 遇到了几位法谷山的师兄 我承认自己也是法谷人 而且有些群主里不认识的师兄 也会因为认得法谷山的法名来教我好友 因此宝言真的渗透了很多的法谷人 但是就像善采童子一样 我们也是在找寻可以教导我们如何正确行菩萨道的善知识 佛法无国界 这位法师带领的僧团一直以来不遗余力的弘法立身 也是各大道场都有人渗透进来的原因 记得15日敞步当天 一早法师要我们把包包放到二楼就下来诵经 如此大的法会 要操办的事情很多 法师依然忽念着大众的法身会命 当大众一起诵词普贤寻念品时 那种震撼及感动 真的无法用语言及文字来表达 另外那么大型的法会 义工人数破百 这真是要提到上阵的战场 因为英雄来自四面八方 我们学的佛法能不能拿出来用 这个时候就能见分晓 以前看到有人给我翻白眼 就能起烦恼很久 那现在不起烦恼了吗 没有还是会起烦恼 只是很快的会觉察 然后提醒自己 心不要跟着境界波动 这就是学佛之后的进步 即使只是一点点的进步 都不枉会我们自称是佛弟子 然后向善 善缘逆缘都是成就我们向上 向善的力量 也期许自己能够成为 让人向上向善的力量 法师们你们真的辛苦了 感恩你们的无师付出 以上分享 阿弥陀佛 谢谢方梅的分享 这两个字渗透听起来有点恐怖 其实我也是法古人 自己以前在学习佛法的过程 也是圣言师父给弟子有很多的启发 那我第一个残期是在法古山打残期 那时候因为在大学读书 所以这农产室的师父 只要一看到大学生 就对我们好的不得了 专门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位置 而且专门特别VIP级的对待 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因为 这个大学生能够发心学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难得 那当然我们在学法的过程 有很多的师父 每一个师父都会教导我们 很多不同的法门 那在这个法门上 都一定会提升我们的智慧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是佛弟子 那为什么在佛法的学法当中 在各个道场 要有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素养 是因为所有的道场 都是大众共同齐心协力一起成就 那包括这一次的法会 也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 各式各样的发心菩萨 共同成就这一场圣会 那所以为什么在华严经一开始 叫做海会 华严海会 这是华严经的初地 初会叫做 世主妙言匹 那一开始我们打开 华严经就会发现 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神奇 还有菩萨天王 那这就是代表每一个人 其实你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 你都有菩提心 你都能发菩提心 那这一次的法会 的确不是只有法古人 还有佛光人 慈济人 灵灸山人 或者是中台人 各式各样的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不同的山头当中 开始有一些你我的差别呢 其实也不是 是因为人跟人之间 本来隔成皮 就有不一样的想法 纵使你是同一个道场的 你依然有不同的想法 你是同一个家庭的 乃至于是双胞胎 你依然有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佛陀刚刚跟大众说的 是众生的阶段 叫做一生 爱生 暖生 失生 化生 种种个别的差异 但是如果你都来学佛的时候 你就叫做同生 同生就是大家的心是一致的 所以在佛陀的教法当中 大家变成一致的时候 就叫做僧团 僧团包括四众弟子 那为什么会叫做团呢 而且还叫做僧团 是因为这个僧 僧团代表的是一个亲近的概念 我们在这个法会期间 有十天 等于你就是短期出家的十天 因为从早到晚都念佛念法念生 你的心是亲近的 那身心都亲近 那这种大众就叫做僧 僧要做什么 就是大家合合共住 生 口 意 戒 见 利 这个六合境 就是僧团 合合在一处 一起共同学习佛法的一个原则 那这时候呢 大家就会放下你自己是 男是女 是老是少 是长是幼 你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 你是富贵的还是贫穷的 其实都没有这些差别 在这一场法会当中 不管是僧是俗呢 大家都可以发菩提心 那这也就是还会云来极非常殊胜的原因 因为在这里没有分别心 那事实上呢 在佛的世界里面 本来就没有这些什么山什么山 大家都在学法 那如果你有因此而产生挂碍 或者是有人因此而产生挂碍 那那个挂碍是来自于执着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呢 在学法的过程呢 每一个人都是同参道友 每个人都是诸上善人 我们也希望能够善缘共聚 那渗透进来也不叫做渗透 其实应该叫做乳水乳河 就是水跟乳呢 放在同一个地方 它就会变成水乳交融 彼此和和来共同成就这一场 千人其送的殊胜的盛会 因为要集合一千个人 有共同的心 这的确是非常难的 应该是史上是空前 那当然呢 也希望不要绝后 还可以常常有这种再会 或者是三会 乃至于七处九会 那就真的就是华严经的演绎了 好谢谢方媒的分享 谢谢 大家看